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的课程 护教学 我想这个课程对于我们在传福音在各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节经文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护教学 请我们翻开 尤大叔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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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我们同德救恩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 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互圣徒的真道 竭力的争辩 这里这个尤大告诉众弟兄们 他说你们要为从前交给你们的真道 竭力的争辩 竭力的争辩 我想这一节经文能够给护教学一个很好的定义 什么叫做护教学呢 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为真道竭力的来争辩 为真道竭力的来争辩 那么也许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基督徒应该是很温和的 很柔和的 不应该是很喜欢跟别人来辩论的 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确不要很好辩 很喜欢辩驳 不要为犯罪争辩 不要为了一些小事情去跟人家用血气来争辩 但是呢圣经里面很强调 我们应当为真理竭力的来争辩 竭力的来争辩 你发现保罗在他的侍奉当中 他是为真道 为了信仰 为了福音 竭力的在那里争辩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看几处的经文 请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 充满了保罗为了真道 跟人在那里辩论 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 二十九节 这里提到说保罗奉主的名 放胆传道 并与说西尼尼话的犹太人 讲论辩驳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保罗他跟人在那里辩驳 我们再看十一章第二节 十一章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十一章第二节 极致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割里的门徒和他争辩 我们这里看到彼得也是一样 为了这个基本的信仰 跟人在那里争辩 我们再来看十五章第二节 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二节 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二节 你看这里甚至提到说保罗巴拿巴 怎么样呢 与他们大大的分争辩论 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分争辩论 这里看见他们的那个辩论不是小的 是大大的分争辩论 所以可见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 我们平常我们是一个不血气的人 我们不跟人家好像在那里 为了一些小事情在那里分争在那里争论 但是圣经里面交代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为真道 为了我们的信仰竭力的来争辩 竭力的来争辩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护教学 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 就是护教学在教导我们 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会遇到很多的这些直男 直疑 那么我们怎么样为着我们的信仰 来争辩 来竭力的来辩论 我想这个是护教学的定义 那么护教学为什么很重要呢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为着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说 那么护教学实在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护教学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我们来看一切经文 请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这里彼得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传福音呢 他第一个告诉我们 你第一个是你自己先有一个很美好的生活的见证 心里面你是一个活出那个尊主基督为圣的一个样式 那么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很有见证的时候 就会有人会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当一个基督徒 人家应该是在一个很不喜乐的情况 他活得很喜乐 人家很愁苦 但是他活得很平安 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你不一样 这个基督徒很不一样 会有人来问你 你心中为什么这么有盼望 所以他说 当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 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 也是很多基督徒很容易忽略的 他说就要常做准备 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他这里提到说 其实基督徒 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强调 基督徒要有很好的生活的见证 我想这个是第一步 这个也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生活没有见证 人家不会有一种被你吸引的感觉 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基督徒容易忽略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 当你活出一个尊主基督为圣的生命 以至于别人被你吸引 当他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 那么这里面提到说 你平常其实就应该已经准备好 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已经准备好的基督徒 准备好什么呢 就是要传福音 要告诉他你心中盼望的缘由 告诉他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好我想这个准备可能有很多方面 可能你必须要做一些的准备 就是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把你个人得救的见证 你在信耶稣之前是什么样的光景 你怎么样信耶稣的 那么你信耶稣之后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 能够把这一个你的得救的生命的见证 能够很快的 很简短的分享出来 我想这个是很需要操练的 我相信我们的同工 应该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操练 如果没有 可能你们应该要先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们准备好三分钟得救的见证 或者五分钟得救的见证 有人问你 你心中盼望的缘由 你就可以把你的得救的见证分享 这个是要平常就做准备的 而不是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回答不出来 我发现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这种问题 他们其实基督徒生命很有改变 活得很好 别人问他说你怎么会这么喜乐 你是怎么信耶稣到底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 他就会说你去问我们牧师好了 你就发现没有做准备 所以第一个你要把你个人的得救的见证做准备 这是第一方面的准备 另外一方面的准备 我想跟我们副教学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对信仰可能有兴趣 特别是如果我们活出一种很有尊主基督为圣的生命的时候 他们会对我们的信仰会有兴趣的 我们要知道光 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光到了黑暗一定会被注意 除非你不是光 如果你是一个光 一定会让别人吸引人来救进光 但是有很多时候 其实有一些人 他们的信仰 为什么他们果足不前 为什么他们进不了 不愿意来信耶稣 其实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些石头 他们有一些疑惑 有一些疑问 甚至是听到很多人对于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些毁谤 一些错误的观念等等 以至于他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就产生了怀疑 就不敢来接触我们的信仰 所以其实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 没有错 只有圣灵能够让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 准备自己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责任是要帮助人 引导人 帮助人除去他心里面的一些石头 一些障碍 我想这个是我们护教学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我们学护教学的目的就是 我们怎么样针对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对于我们的信仰 对基督教的这个真理神学 有一些的质疑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很有效的 能够答中他心中的那个问题的 来帮助他 帮助他挖掉一些石头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准备的 比如说我想我们一定常常会 传福音的时候会被人家问到 就说有人会说 基督教是洋教啊 为什么我们要信洋教啊等等 或者有的人会说 其实信什么教都是一样 都是劝人为善 像这样的问题 你怎么样去回答他 或者有些人会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你们基督教什么都好 但是就是你们对于别的宗教很排斥 他觉得这个不好 基督教太唯我独尊 好像除了我以外别无拯救 好像这一类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回答他 或者有的人会说 有神吗 神在哪里 我看不见 你信这个看不见的神 过度的迷信 等等像这一类的问题 或者也有人可能会问说 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位慈爱的神吗 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的苦难 有这么多的悲惨的事情 如果神是慈爱的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不幸的 这个悲惨的事情发生 像这一类的问题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 有时候可能有人更根本的问题 就是对于我们的信仰 有一个根本的怀疑 比如说我们基督教强调 因信称义 我们强调一个人得救 一个人能够上天堂 一个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不是靠他的行为 而是因信称义 可能对于我们 每一位基督徒来讲 我们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因信称义 这个真理 保罗说这个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所有的宗教都讲 靠功德 但是为什么只有基督教偏偏讲 因信称义呢 有很多人他可能在 这一个点上面过不去 我的父亲就是一个例子 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 那么我其实我信耶稣没有多久 我就开始很热心传福音给我的这个父亲 那么我甚至这个我住在外地 一个礼拜写一封信 回去跟我父亲谈论基督教 我发现他对基督教其实也有研究 那么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我发现我之前 前不久我回家 他又再次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你说 他说你们基督教 有一个不公平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他说你们说 一个人 他的行为在坏 只要他信耶稣 他就可以上天堂 他问我 对不对 我说对 那么他说 如果一个人行为很好 只是因为他不信耶稣 就下地狱 对不对 我说对 他说你们要改 你们这个信仰要改 他以为我是教皇 说改就改了 那么你看像这样的问题 的确有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没道理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 把这个石头 针对这个问题 把他帮助他来解决 我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 有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去 研究这些问题 所以当别人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告诉他 你不要问那么多 上帝不喜欢你问那么多 你只要凭信心就好了 这些都是奥秘 弟兄姊妹 其实圣经没有那么多奥秘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懂 我们就说奥秘 这个是奥秘 将来上帝就会告诉你 像这一类的问题 其实我记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 很喜欢问一个问题 就是上帝为什么不消灭魔鬼 那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你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你头脑太大 你一天到晚问这些问题 信仰不是问问题的 信仰不是脑袋的 是要用心的 有一些道理 但是真的吗 其实我自己慢慢 我们也会慢慢谈到这个部分 其实 这个上帝为什么不消灭魔鬼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这个问题 你才知道你为什么上帝 为什么创造你 上帝为什么不消灭魔鬼 这个问题 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 等等 所以我想我们护教学 有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常做准备 我们把一些问题 我们这个 这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可能会问的问题 我们有一些的了解 好像我们好像 里面更有装备 当别人 这个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助他 其实我常常 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跟一些陌生人 传福音 我跟他谈完福音之后 也许他没有 马上信耶稣 但是很多人 他会告诉我说 他说你讲的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觉得我有很多问题 我今天我比较通了 是的 我自己仍然觉得 其实一个人要得救 绝对是圣灵的工作 那么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责任 就是我们能够 把真理讲得清楚 帮助人 把他心中的那些疑问去掉 我想这个是我们 这个来学习 副教学 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从针对那些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 那么 护教学 是传福音的 很重要的一个力气 很重要的一个力气 这是第一点 护教学的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 第一个我们是从对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 第二点是针对 一些异端 或者是极端来说的 就是我们 其实我想在中国的教会里面 我们面对到 很大的这些冲击 就是开始有一些异端 邪说 有一些极端的 一些道理 在冲击的教会 那么所以 我想护教学 对中国的教会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绝对要认识 什么是真正的 基督教的信仰 以至于我们可以去 针对这些异端跟极端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受诱惑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有很多是通工 我们更要好好装备 这个护教学 让我们知道 面对一些极端异端 我们怎么样能够 很有效的来面对他们 把真理告诉他们 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稍微先讲一下 那么到底什么是异端呢 什么是异端呢 那么我发现我们中国的教会 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太随便定别人是异端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也是因为中国的教会 因为太多这种异端 所以我们好像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异端 我看过有些基督徒 你们知道有关于人 人到底是两元还是三元 有的人主张人只有两元 就是这个灵魂一体 灵魂一元 那么这个体是一元 这个叫二元论 那么我们中国的教会大部分是三元论 灵魂体 我们觉得人应该分成灵魂体 那么我发现有一些人对于二元论就把它定为异端 随便就跟你不一样的 你就把它定为异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非常留意的 那么当然对于什么是异端的定义呢 那么可能也有一些有的比较宽 有的比较松 那么如果我们从比较严谨来讲 那么在神学里面我们认为 什么才会构成异端呢 什么才会构成异端 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它是不是异端呢 那么我们应该讲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有四根柱子 我们有四大真理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异端呢 就是只要它违反这四个真理里面任何一个 那么它就叫做异端 如果它不违反这四个真理 那么我们充其量 只能说它是一个有问题的教会也好 或者说比较极端的教会也好 或者说比较狂热的教会也好 或者说它有一些问题的教会 只能这样说 我们不能随便定它是异端 那么到底是哪四个支柱 哪四大真理是基督教不能少的呢 那么我想第一个就是因信成义 我们基督教的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就是因信成义 因信成义 所以只要它违反因信成义 它在因信成义之外再加上别的 这个都叫做异端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相信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 很重要的一根柱子 这个支柱 我们相信圣父圣子从圣灵 同尊同隆 同存同质 这个是我们三位一体的信仰 第三个就是我们唯独圣经 我们相信只有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权威 凡是在圣经以外再加上别的经典的 那么我们都认定它是异端 那么第四个基督教的最重要的信仰就是我们相信耶稣的神人恶性 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只要他违反这个他不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 我们知道有些异端认为耶稣只是赤神 那么这个就是叫异端 那么有的不相信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初代的教会他们遇到的就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 那么这样子的也是这个异端 就是不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 那么这个就是异端 所以这四根柱子是最主要的一个 最主要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除非他违反了这四个 否则我们不能判定他是异端 我再讲一次 第一个就是阴性成瘾 只要他认为还要加上别的 其实我刚刚讲过的 这个其实阴性成瘾 在历史历代里面很被人家讨厌的 保罗说十字架是很讨厌的 所以我发现基督徒也很容易偏离阴性成瘾 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知道在马丁路德之前的天主教 其实已经违反了阴性成瘾这个真理 所以只要他违反阴性成瘾都是异端 第二个三位一体 这个也是很多人搞不大清楚的 所以很多人很容易改掉他 所以三位一体也是我们基要的信仰 第三个就是圣经权威 除了这本圣经之外 没有别的是我们信仰的权威 第四个就是耶稣的神人恶性 耶稣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好 那么所以这四个 只要他违反这四个点的 都叫做异端 都叫做异端 如果他没有违反这四个点的任何一个点 那么我们只能说他可能在某一些信仰上 某一些真理上面 某一些教育上面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判定他是异端 这个是从一个比较保守的方式来判定异端的一个标准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教会里面 其实有很多我们只能说他是极端 有的人可能把灵恩的 比较看重灵恩派的都把它当成异端 这个就是我们要很留意的 不要随随便便去定别人是异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 那么我们研究护教学也有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针对在基督教圈子里面这么多各行各样的 你会发现好像很多真理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讲法 我觉得魔鬼撒旦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要 我们看到耶稣讲话说那个飞鸟要把种子偷掉 其实魔鬼有一个工作 就是要把真理给扭曲 他要么就让你这个真理被淹没 要么就让你这个真理被扭曲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分辨什么是真道 什么是假道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在一个不极端的当中 我们是在走在一个不偏左右 圣经里面常常讲说神的道 不偏左右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来学习护教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护教学的第一个目的 是针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 那么我们护教学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么针对一些异端学说或者说一些混乱的道 那么我们研究护教学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正的真道 那么我们来针对这些异端极端等等 这些混乱的学说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来面对 那么第三个原因比较是针对信徒 针对教会内我们信徒的信仰来讲 那么护教学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看这一点 在用这些异端当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